彩票中了五千万 我千丁万主让闺蜜不要跟我家里说 她嘴里说着好的 转身就告诉我哥 我哥让我拿钱给她买房娶老婆 我不同意 家里人道德绑架我 还利用直播造成我被网爆 他们把我锁在屋里活活饿死 然后我被弃在了新盖的房子里 再睁眼 我回到了彩票开奖那天 闺蜜笑着问我 月月你中奖了吗 一 陈晶晶拿着手里的彩票 走近我 我眯着眼睛 上一世我们逛街的时候 我提议买一张彩票来玩玩 没想到我却中了五千万 那个时候我们马上就要毕业 家里人在我上大学后 就断了给我的补贴 我正愁租房没有钱 所以这笔钱 真的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对讲后 我捐了一部分还剩三千五百万 因为陈晶晶是我的闺蜜 我喊给了她二百万 然后我千丁万主妇 让她不要接我哥的电话 不要理我们家里人 他嘴里说着好的 但在工作后 我哥找我要钱时 我说我没有 他却脱口而出 月月中了五千万 还捐了五百万 他也没多少钱了 我哥听到后 双眼星红掐着我的脖子 威胁我给他三千五百万 买房子娶老婆 我说我的钱全部都存银行了 存的死期娶不出来 可后面他隔三差五就来找我 威胁我去取钱 我辞了职躲在外地 他们却开了直播 说我是不孝女 自己发财了 就要跟家里断绝关系 他们的卖惨 博得了网友的同情 他们人肉我的地址 给我送花圈 给我屁一兆 给我油袋鞋的人偶 我被家人找到 逼着把钱都转给了我哥 结果他们还是把我 关在房子里活活饿死了 最后 我哥在城里买了房 娶了陈晶晶 两人不工作 也可以潇洒一辈子 而我父母 把家里的房子 推倒了虫盖 我的尸体 就被砌在了墙壁里 永远也不会有人发现 所以 上一世陈晶晶是故意的 那么这一世 我也会让他们 每个人都付出代价 啊 看着他走近 我装作不在意 继续整理行李 这么小的概率 我怎么可能中呢 我没看你拿出来 我忘了 上一世好像也是这样 是陈晶晶拉着我 找到我的彩票 然后一一来核对的 中奖后 他比我还激动 但是笑容又很快消失 真羡慕你能中奖 要是我当时要你的 这张就好了 因为是一时兴起 走进了那家彩票店 所以我们都要的是 随机记打彩票 彩票递过来的时候 是陈晶晶先选的 他选了一张数字带8的 告诉我说不定有好运 然后把另外一张塞 在我手里 我上一世还笑着说 能中5块 把成本赚回来就行了 但没想到 我会中5000万 我想 大概是从陈晶晶笑容 消失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开始 对我有了算计 他怎么能满足我 只给他200万呢 在他眼里 他只差一步 就可以得到我的彩票 那么所有的钱 都应该是他的彩队 所以面对他的询问 我大方帝指了指外面 丢垃圾桶了 你要不要去找找看 三 陈晶晶到底是没去 第二天 我们就收拾好东西 要各奔东西 上一世 因为我中奖了 陈晶晶说 要跟我一起住 我想着 两个人一起住 有个照应 所以很大方帝 租了一个大房子 付了一年房租 一起住 但是这次 面对他的邀请 我拒绝了 我找了一个轻侣 一天只要50元 可以日付 你要去吗 陈晶晶看了我一眼 月月 我怎么觉得 从昨天开始 你就怪怪的 你该不会真的中奖了吧 我心意说 然后笑了 我要是中奖了 我还这么苦逼住轻侣吗 你这么说了 要不我们再去买一张彩票 万一就改变命运了呢 陈晶晶善笑了一声 过来挽住了我的手 哎呀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你没给我看彩票号码 我总觉得 心里缺点什么东西 你别想了 你家不是本地的吗 还需要租什么房子 陈晶晶靠在我身上 因为 我想跟你一起住啊 我心里冷笑 你不过是想知道 我到底中奖没有而已 但我没拆穿它 而是转手给我哥打了一个电话 哥 我同学啊 好像喜欢你 就是跟我玩得很好的陈晶晶啊 你见了他 别说是我跟你说的 他害羞 四 在轻女住着打掩护 我全副武装去对了奖 这次我捐了一千万 最后 银行卡里还剩下三千万 我把他们分别存在了不同的银行 然后 我没去签了三方的工作 开始着手出国的事宜 可没想到 陈晶晶还是先找了过来 月月 我听老师说 你毁约了 为什么呀 我正在轻女看书 答了他一句 就是想考研了 你该不会是中了奖想出国吧 我放下书 我什么家庭啊 还能出国 对了 你哥最近来骚扰你了吗 潜意识 陈晶晶对我的家庭最了解了 他知道我有个重男轻女的父母 有个不学无数啃老 还想啃妹的哥哥 可他呢 一边说着心疼我 一边把我推到了火坑里 我摇了摇头 拉着陈晶晶的手拍了拍 我哥便好了 找了一个大厂的工作 现在年薪三十万呢 听说还有挺多人追的 陈晶晶的阿铃声 有点不相信 我翻开手机递过去 他翻了翻 我哥的朋友圈 不仅有工作的照片 还有晒着车的照片 我看到他点开放大 我凑过去 这是什么车呀 我看不懂标志 陈晶晶抿了抿嘴唇 这是保时捷 一百多万 我赶紧拿过了手机 这么吓人吗 他才年薪三十万 怎么能买这么贵的车 陈晶晶若有所思 是不是突然有钱了 然后他转过头来 看着我微微一笑 月月 我看到我们买彩票的那家店 拉着横幅说 有人中了五千万 你说会是谁呢 我拿起了说嘿嘿笑了 我怎么知道呢 每天那么多人去买 陈晶晶却突然走近我 看到我毛骨悚然 月月 我问了彩票店老板 中奖人的信息 我心里猛得一跳 他难道知道了 五 月月 你害怕什么 陈晶晶看着我 要笑不笑的 可能是想起了 前一是我已经给了他二百万 他还是要害死我的事情 想到我被活活饿死 那种绝望感和无力感 让我哪怕是重生回来 浑身都在发抖 有那么一瞬间 我觉得 是不是他也跟我一起重生了 不然 为什么他对我彩票中 不中这件事 这么感兴趣呢 我可以直接拿着钱 一走了之 但是转念一想 他们却得不到任何的惩罚和报应 这不公平 我就是要把我所经历的痛苦 全部还给他们 想到此 我也站起身来 看着他 晶晶 其实我撒谎了 上一世 我千听万主 让他不要告诉我家里人 结果他还是告诉我哥 造成了我的悲惨死亡 那么这一次 我不仅要告诉他 我还要转移矛盾 你是说钱被你哥拿走了 我点头 此刻 陈晶晶的脸色变了又变 他让我不要告诉任何人 就连我爸妈都没说 但你是我闺蜜 我不忍心骗你 可是你哥不是失信人员吗 他怎么有银行卡 陈晶晶很疑惑 表面是在安慰我 但我看到他眼底流露出的是贪婪 所以 我还有一个秘密 钱在我的银行卡里 啊 陈晶晶失声叫出来 情侣人很多 大家都在看我 我只好拉他到阳台 我看到他的表情变得很兴奋 月月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吗 我没有拆穿他的虚伪 只是故作伤心 当然了 我之前还在想 要是我中奖吗 我肯定要给你二百万呢 陈晶晶气旺的眼神看着我 他可能没发现 他捏着我的手太用力了 把我都捏痛了 在他最高兴的时候 我又给了他致命一击 可是我的卡被我哥拿走了 你也知道 我哥里人 不学无数的 拿着钱只会挥霍 我假装叹气 但是陈晶晶却一反常态问道 我能再看看你哥的朋友圈吗 我点头 把手机递了过去 他看了看 快速记下了我哥的微信号 就告辞了 下一步 陈晶晶肯定是想勾搭我哥了 正中我下怀 我也拨通了一个电话 妈 我同学又给我钱花了 我转给你们 你们快给我哥 可不能苦了我们家唯一的哥哥呀 六 这几天陈晶晶没来找我 但从朋友圈里看得出来 他应该跟我哥苏天明打得火热 这天晚上 苏天明又找到我轻侣的地方 我悄悄打开了手机录像功能 我还没走近 他就要扇我的巴掌 被我侧身躲过 哥哥 你干嘛 小贱蹄子 老子钱都花没了 我告诉他 追负加千金就要舍得花钱 但是钱从哪里来呢 当然是网贷 我还给他说了好多个 给身份证就直接秒通过的网站 但架不住他信誉不好 借不出太多钱 所以还想在陈晶晶面前充面子的话 就需要更多的钱了 可是我也没有钱啊 我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 可怜兮兮 没钱你去卖呀 大学生还能多卖点钱 你顺势出 此刻我血液上涌 恨不得一巴掌打在他脸上 但是我忍住了 哥 你怎么能这样呢 他走上前一步 拉着我就要走 但这里人来人往的 苏天明也不敢放肆 我正开他的手 那我把晶晶刚给我转的五千块给你吧 他给你钱 苏天明眯着眼睛看我 他虽然长得一般 但架不住长得高 以前我营养不良 他却什么好吃的都往里面塞 长着一个大傻个 所以看起来十分危险 我打开手机把钱转给他 晶晶人很好的 上学经常资助我 在他要走时 我又喊住了他再给他一张名片 哥哥 这里有联系方式 借十万一天的利息才一百块钱 苏天明眼睛亮了亮 冷哼了一声就走了 气 陈晶晶约我一起买衣服 我才想起是到同学聚会了 他整个人容光焕发 我也笑了笑 挺好的 鱼儿上钩了 我走过去笑 晶晶 你最近皮肤好好啊 哦 是吗 可能是恋爱让人心情愉快吧 我故作惊讶 你谈恋爱了 什么时候 陈晶晶却神秘一笑 同学聚会上我就公布 给你一个惊喜 你快帮我挑选一下衣服 看着他的背影 我冷笑 陈晶晶你的好戏在后面呢 前一世 中奖后 他就拉我去了很贵的奢侈品店 说我辛苦了这么多年 就要好好犒劳自己 于是我听从他的建议 买了一万的鞋 三万的裙子 五万的包包 可没想到 这次的采购 却让我之后付出了代价 当时苏天明来找我要钱 翻我的包包时 他脱口而出 你别弄坏了月月五万的包包 苏天明当时拿着那包 就去换钱了 然后也知道 我能买得起五万包包的事情 他是一直都在跟我挖坑呢 所以这次我故意带他去大牌店 怂恿他试试 要是我有钱就好了 我就可以眼都不眨的 给我闺蜜买单 算了 晶晶 我们去大学城的女人街看看吧 听到女人街这个名字 陈晶晶皱了皱眉 看她还是犹豫不决 我一脸卑微的 正要跟导购姐姐说话 这件衣服 话还没说完 陈晶晶却抢先一步开口 这件衣服 我要了 晶晶 你 他拍了拍我的手 但我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无非是虚荣心作祟而已 毕竟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 我马上发了一张图片 给我爸妈 八万一件的裙子 说买就买了 这什么家庭 八 同学聚会上 陈晶晶一出现 果然就抢走了大家的目光 我特意穿得很普通 在她面前 衬托的她更加光彩照人 潜意识我一直都搞不懂 为什么她非要去害我 后来我想明白了 其实她根本就不拿我当朋友 而是当她的陪衬品 来衬托我比她差 她就能得到安慰 她骨子里是虚荣的 贪财的 她更想获得别人的认可 可是她用错了地方 果然大家都在小声议论 陈晶晶那件衣服 我刚查了一下 官网八万 我的天 她家里不是一般吗 买这么贵的衣服 谁知道呢 万一人家找了一个 有钱的男朋友呢 话刚说完 门口出现了我哥的身影 我假装惊讶 哥 你怎么来了 陈晶晶却掀我一步走了过去 拉住我哥的手 给大家介绍 这是我男朋友 大家不介意大家数吧 大家都没什么意见 我抬眼打量苏天明 估计是去借高利贷了 换了一身带logo的衣服 修整了面容 做了发型 站在那里还真有那个意思 人群中有人问 晶晶 你跟苏月月本来就是好朋友 这下真的是亲上加亲了 这句话对她很适用 所以她让苏天明去截了账 散会时 苏天明开着那辆租来的保时捷 邀请顺路的同学回家 还真的有同学上来 一路上都在公围他们俩 我坐在后排 看着车镜里 陈晶晶脸上一直没下去的嘴角 也勾了勾唇 飞得越高 摔下来的时候就会越痛 不知道陈晶晶知道真相后 会是怎么一个状态呢 就 好戏 当然是要找个安全的地方慢慢看 我找了一个五星级酒店住下 但是轻侣的房间没有退 每天会回去 有人问起 我就说我在图书馆通宵学习 准备考研 所以当苏天明的电话打来时 就充满了怒气 死丫头骗子 你给老子滚出来 我猜想他找保安闹过了 没找到我才会这么气急败坏 哥哥 你找我干嘛 陈晶晶说 你彩票中了五千万 钱都给老子了 我心里一个灯 他还是问了出来啊 我也料到了 陈晶晶一开始接近苏天明目的 就不纯 他不会直接问出口 但是他看到 他这段时间给他花的钱 各种用网袋堆砌出来的繁荣 让他的怀疑落到心里 直到他们感情稳定 他肯定就会旁敲侧击地问了 我转移话题 我跟他开玩笑呢 他那几天都磨正了 我只好安慰他 再说了 他家里不也有钱吗 他跟老子分手了 苏天明恶狠狠地说 不过老子也不是吃素的 每次都没做安全措施 我哑然 怪不得说恶人还得恶人磨 陈晶晶给我发消息 我没回 苏天明带着我 直接去了陈晶晶工作的地方找 他不见 苏天明就去他公司闹 领导让陈晶晶自己处理好再上去 无奈 他只好在楼下见了我们 上一世我也是这样 被苏天明找到了工作地址 问要钱 可是他怎么会知道 我工作的地方呢 当然是陈晶晶暗地里告诉他的了 苏天明打我 骂我 威胁我要钱的时候 陈晶晶表面是在安抚我 其实句句藏着针 尤其是那句 月月中了五千万 还捐了五百万 他也没多少钱了 彻底激怒了苏天明 可他呢 还一脸无辜地站在我身旁 假惺惺说 月月你放心 我一直支持你的决定 这次 我也要让你试试被刺的滋味 看到我 陈晶晶终于露出了很毒的样子 苏月月 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无辜地眨了眨眼 眼泪要落不落 晶晶 我都是为了你好啊 不然你天天都念叨着 这是善意的谎言 不过 难道你是因为钱 才接近我哥的吗 陈晶晶脸一阵白一阵红 苏天明上去就要去拉他 被陈晶晶冷笑躲开 呵呵 有钱 都是借的 没钱的穷鬼 离我远点 恶心 被骂 苏天明一个巴掌就扇了过去 以前我在家里可没少挨打 他什么气都往我身上撒 要不是还指望着 卖了我给他凑钱娶老婆 他估计会打死我 现在被打的是陈晶晶了 他眼里含着泪水 爬起来就要走 我赶紧拉住他 怎么可能就让他这么走了呢 给我留下来 好好享受我上一世被围观的痛苦 于是我一手拉住他的手 一手推了推我哥 哥 你怎么能打人呢 我要报警了 苏天明又高又壮的 一只手就能把我拎起来 他眼神不善 我马上护着陈晶晶 你走远一点 晶晶这衣服可是八万买的 别给弄脏了 听到八万块 苏天明眼睛都红了 他一把拉过陈晶晶 双眼星红掐着他的脖子 好啊 老子给你的钱 你特别去买这么贵的衣服 还嫌弃老子没钱 真的是他没钱 他还有理 陈晶晶被掐得脸都红了 我装作很着急的样子 马上跑上前 你放开他 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 他要是图你的钱 就不会跟你在一起了 这句话 陈晶晶既羞愧又不敢解释 毕竟眼看着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都开始拍照了 他不敢说自己心思不单纯 只好把委屈咽进肚子里 甚至还要来祈求我 月月 救救我 救你 当然要救你了 不然后面怎么玩 我退出了人群 报了一个警 警察同志 这里有人打架斗殴 然后又顺手给爸妈发了一个消息 哥哥进警察局了 趁着他们辗转进城的时间 我给家里安装了监控 时 然后我给记者打了电话 我要投稿 民生素材 时下热点 地点在 苏天明和陈晶晶进去了很久都没出来 天色快暗的时候 我爸妈才提着大包小包来 看到我在门口 我妈上来就想踹我两脚 死丫头 老娘是白养你了 都不知道护着你哥 我躲开了 只好哭唧唧 我爸走上前 一脸烦躁 哭哭哭 就知道哭 他们怎么回事 我结结巴巴 可怜兮兮的解释 我妈听完后 皱眉 就是你说给你生活费 还能买那么贵裙子的人 我点头 对啊 他自己说喜欢我哥的 两人都谈恋爱了 突然分手了 还骂我哥是穷鬼 我哥去找他 他就报警了 我爸脸色有点差 拿出烟来抽 我摇了摇我妈的手 他们家有钱 看不上咱们家也正常 更何况 我们家还在村里 人家是城里姑娘 我妈脸上 闪过一丝脚狭的神色 小尖皮子 床都爬上了 那不就是我家的人了 城里人都有脸有皮 正好 我没脸没皮 然后他转头过去 拉着我爸去说什么去了 我知道 他们肯定在酝酿坏点子 就跟上一世 他们也肯定 这样算计我一样 我突然想到 或许当时 陈晶晶也在背后推波助澜 不过 挺好 都是千年的老狐狸 看谁能赢了 这个时候 苏天明和陈晶晶终于出来了 不过 两人的脸色都有不太好 尤其是陈晶晶 本来上班化好的妆容 本来给他增加贵气的衣服 现在都没眼看 他一脸憔悴 脸上还有泪痕 估计是所里温化的时候 两人起了争执 不然也不至于这么颓败 我妈赶紧过去抱住苏天明 哎呦 我的儿啊 你有没有怎么样 娘啊心疼死了 跟你爸赶紧就赶了过来 这个时候 陈晶晶的爸妈也到了 他扑到他爸妈的怀里 就是哭 我躲在不起眼的位置 静静看戏 毕竟 我那个一心想要给我哥娶媳妇的妈 才不会放过这个 自己送上门的人 十一 我打开了录像 却没想到 我妈直接跪在了 陈晶晶爸妈面前 亲家 千错万错都是我儿的错 我一愣 原来用的是苦肉计 这一跪 果然吸引了一些围观群众 刚好记者扛着摄像机来了 可能是为了拍出真实素材 他躲在了人群最后 我爸也顺势一跪 把所有大包小包放在前面 他们俩本来穿的就很朴素 这样看起来 还真的有点可怜兮兮的样子 谁知道陈晶晶抽回了脚 恶狠狠道 农村人 滚回去 别碰我 我猜 可能是苏天明刚才激怒了陈晶晶 他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 现在的他 心态估计是快崩了吧 我妈当然没动 又去拉他手 晶晶啊 你们谈恋爱闹脾气 阿姨都知道 但是小吵小闹就过去了 阿姨来就是给你家提亲的 你们不是都发生关系了吗 我们尽力满足 臣妇臣母 可能是看他们没有攻击性 刚要开口 就被陈晶晶挡住 他冷笑起来 21世纪了 不是跟谁上床就要结婚的 你们赶紧滚吧 我妈眼泪就流了出来 看起来真的很可怜的样子 趁着不注意握住了陈晶晶的手 可是晶晶 天明是真的喜欢你呀 就只交了你这一个女朋友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陈晶晶恶狠狠 我就是跟猪上床 都不会跟你儿子 然后他推散了我妈 我妈顺势就摔倒在地 我爸妈那种脱皮无赖 缠上了真的就躲不掉 她在地上打滚 喊着痛 晶晶 虽然我们家庭条件一般 但也养出了大学生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就在这个时候 陈晶晶突然干呕了几声 我妈眼睛一亮 立马不痛了 赶紧爬起来摸她的肚子 儿媳妇 你怀孕了 亲家 既然都怀孕了 我们聊聊结婚的事情 陈晶晶甩开我妈的手 眼底一抹冷意 你儿子就是一个穷逼 怀孕了又怎么样 我多的是人接盘 然后拉着她爸妈就走了 围观群众散去 记者回去的时候 我把之前陈晶晶参加同学聚会 我也录制Vlog围由拍的视频 也发给了她 陈晶晶或许以为她 回家了就没事了 可我知道 我那奇葩的一家人 可不会这么轻易就放过她 12 我假装给她发消息安慰 她都没回我 但这并不重要 因为她马上就会自顾不暇了 陈晶晶很快上了短视频热搜榜 那天警察局门口的纠缠 整个就是一个农村父母 你儿子就是一个穷逼 怀孕了又怎么样 我多的是人接盘 还是说新闻会剪辑呢 陈晶晶这短短几句话 就点燃了大众的情绪 不仅涉及到农村人和城里人的矛盾 还涉及到私生活不检点 男女关系混乱 闲贫贫爱富等话题 所以热度非常高 真谢谢她的口无遮拦 给我还省下了买热搜的钱 趁着热度 我爸妈和我哥开始直播卖惨了 我想起了上一世 他们集体发生卖惨 说我中奖后就要跟他们断绝关系 说他们养育了我几十年 供我上大学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他们说我爸爸病重了 只求见我最后一面 不要我一分钱 而陈晶晶呢 他把我给他的转账记录晒了出来 发了一个声明 月月喊给了我二百万 要是苏爸爸病重需要钱 我可以还回来 真是好一朵白莲花呀 对比我气痒 一下子他的形象就高大上起来 这才彻底让网友们对我愤怒了 再加上有人买了水军和热度 一些不明真相的人 开始网爆我 说我是坏心肠 说我是畜生 说我丢了大学生的脸 他们人露出我的地址 找到我的联系方式 我的手机一刻都没有停过 我的房子外被放上花圈 被喷上了红色油漆 被由地带洗的玩偶 房东赶我出来 刚好就遇到了来找我的那家人 他们拉着我就把我带走了 没有人听我说话 没有人知道我以前过的是什么日子 他们只相信自己看到的 苏天明晒出一张张 他和陈晶晶的合照 和给他花钱的账单 说他是真的爱他 我爸妈老泪纵横 说全家为他准备好了彩礼 准备好了房间 他还怀着孕呢 希望不要一起用事 有什么可以一起解决 他们还说苏天明虽然失业了 但是他们还有手有脚 就算是去卖身卖血 都可以赚钱养他们 笑死 苏天明他哪里有什么工作 这个家穷的叮当响 准备什么彩礼 但没关系 网友只相信自己看到的 评论区依旧没有让我失望 未婚怀孕 哦 这也太恶心了吧 就是一个心机捞女想帮大款 但是大款失业了 就想踹开的故事 关键是我们农村人惹他了 骂我们干嘛 我真的很少用贱女来形容一个人 但陈晶晶真的素质低下 道德败坏 这还是大学生呢 别丢我们学校的脸了 就是骗钱的 陈晶晶就是一个骗子 专骗男人的钱 父母看着好可怜 都这么大年纪了 还说要赚钱给他们 陈晶晶太恶毒了 会不会有什么隐情呢 这个时候 记者就把我拍的Vlog 剪辑了放了上去 这真的就是坐实了他的所作所为 尤其是当时参加同学聚会的人 也发了一些照片 来证实视频的真实性 我作证 他们俩是自由恋爱 还跟我们参加过同学聚会 陈晶晶当时穿了一件八万的衣服 看样子是苏天明买的 对呀 上一次苏天明还开着豪车来买单了呢 没想到陈晶晶居然是这种人 人家有钱的时候就跟人恋爱 人家失业了就甩了 捞女吧 陈晶晶 还钱 滚出来 把人家的钱全部还了 别还钱了 直接嫁过去吧 别出来 祸害老实人了 上一世道德绑架我的人 都去道德绑架了他了 13 网爆的事情造成很大的影响 我听说陈晶晶家门都不敢出 而我所经历的各种送花圈 拖油漆这种事情都转给他去了 我猜他现在连手机都不敢开 因为全是打电话发短信来骂他的 不需要我出手 我爸妈带着苏天明就赶了过去 因为严重影响了邻居的生活 他们各种找物业投诉 让陈晶晶一家搬出去 所以 他们一过去 刚好就碰到了全副武装出来的陈晶晶 媳妇啊 你怀着孕呢 别乱跑啊 都是妈妈的错 应该给你们更好的生活 可是天明没工作 也不是他的问题啊 我妈哭着哭着 就要过去拉他的手 陈晶晶像是有应急反应一样 转身就跑 被更快一步的苏天明拦住了 晶晶 你去哪 咱们有孩子了 别乱跑 我爸也过去劝说 你们现在生活受影响 不如到我们那里去避避风头 等事情过来再回来 爸妈给你们赚钱 我笑死了 你们不吸我的血就行了 但只能说 这一家人真的会演戏 前一世 我被找到带走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我妈说 月月呀 你是妈妈生下来的女儿 妈妈怎么忍心 你一个人到外地呢 我爸说 你要是在外面受苦了 爸爸真的会心疼 我们回家等风头 过了就回来 我哥说 妹妹 哥哥都要结婚了 你得回来给我当伴娘 那个时候 我还不知道 他要结婚的对象是陈晶晶 而陈晶晶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月月 大家都是为了你好啊 家和万事兴 回去吧 我陪你 然后 所谓正义的围观群众 抹了抹眼泪 就把我推进了他们包的车里 而我的人生 也会在不久画下句话 这一世 这些假惺惺的话 全部给陈晶晶了 这个时候 陈晶晶的父母站了出来 陈晶晶以为他们会说什么 但是很意外 他们却支持 晶晶现在这个样子 爸妈都不好出去工作了 你去躲躲也行 我们到时候去接你回来 估计最近他们 真的也是受到了 很大的影响和网爆 也绷不住了 陈晶晶还没有开口 邻居们七嘴八舌就开始了 再不去孩子都要生了 这家人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人家儿子真的爱你啊 快去吧 事情闹得这么大 你还未婚怀孕 以后谁会要你 都是有手有脚的人 现在没钱 不代表以后没钱 然后在众人的目光中 陈晶晶被苏天明推到了车里 我对他拜了拜手 晶晶啊 好好生孩子 要幸福哦 我从他的眼睛里 看到了无助和惊恐 放心吧 后面还有更让他受不了的呢 14 监控里 我看到陈晶晶被压着进了 那一瓶如洗的架 他们把他的手机抢了 他什么都没有了 穿着好看的衣服 已经彻底失去了光泽 我笑了 这件八万的衣服 真的是到哪都不想丢呢 可下一秒 这件衣服就被苏天明扒了下来 我看到他要去抢 然后被苏天明一个巴掌 就扇倒在地 他要挣扎 我那恶毒的妈 直接就按住了他 熟悉的感觉又来了 以前我要反抗 他们也是这么对我的 不过后来我学乖了 就能勉强吃个饱饭 不知道陈晶晶能不能很快妥协呢 我一直没退 还有用处呢 毕竟我真的很怕节外生枝 所以这段时间 我还注册了社交账号 假装在分享自己考研和打工的视频 营造自己是个没钱 又上进女大学生的形象 因为我时时想起 上一世我被陈晶晶坑的事情 他自己注册了账号 晒的却是我买包买衣服的视频 晒的是我大吃大喝的形象 晒我给他二百万的钱 营造他有一个富婆闺蜜的感觉 这也是最后没有人帮我的原因 他们顺着账号去扒出了这些东西 我彻底没法翻身 想到此我叹了一口气 遇到陈晶晶这样的人 我上辈子确实是大意了 感谢上天给我这次重来的机会 让我想好了每一步的报酬策略 15 果然不知道陈晶晶对他们说了什么 苏天明又跑来轻女找我 不过大家一致的口供 都是我要不在图书馆学习 要不就是在打工的路上 甚至还翻出了我的社交账号给他看 他们这一辈子 想对我使用卖惨这条路 就彻底行不通了 当然这都是轻女老板后来告诉我的 等不到我 苏天明还是回去了 我坐在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里 看着监控视频 看到不断有人进出那个家门 看到苏天明属前的样子 看到陈晶晶反抗的时候被打的画面 直到我看到他躺在地上流着血 那是真的怀孕了 但也被打流产了 可我心里没有一丝波澜 毕竟 上一世他们三人联合起来对付我一个人 我甚至连死都没有一个人为我伤心 我才不是圣母 还能同情别人 只是掐算了一下时间 那些人应该快去了 从苏天明来找我 我就知道 高利贷的人上门去找他们要钱了 应该是陈晶晶说我可能中了五千万大奖 他才会来找我 等不到我后 他开始让陈晶晶卖 就跟他想要卖我一样 可是这些都是杯水车薪 在利滚利面前根本不抵用 算了 看他们能支撑多久 我把想去的地方都去了一遍 不用担心没钱花的感觉正好 果然网上说的很有道理 我要是有钱 真的不敢想象能有多开朗 所以一时间忘了看监控 等在又一次打开时 我看到了惊悚的一幕 16 我看到陈晶晶拖着满身是血的苏天明 然后丢进了我们家那个水井里 然后他躺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喘气 浑身都是血 可是他笑了 笑得很恐怖 手里还拿着那把刀 我以为他要等我爸妈回来后一起杀了 但是他很快收拾了一下东西 拿着苏天明的手机就跑了 等他走后没多久 我爸妈回来了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他们整个人都吓傻了 哭天枪地 然后跑去水井里捞尸体 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真爽 我死的时候 他们可是一点愧疚感都没有的 只是捞的半途 就遇到了上门催债的高利贷 几人起了冲突 然后再拨人尸手把他们打死了 苏天明刚捞上来的尸体 又被一起扔了进去 我默默关掉视频 然后保存了下来 看来是要回去一趟了 没想到先找到我的是陈晶晶的爸妈 问我她的下落 我说我不知道 他们说以前每天都要跟她打视频的 这几天没打了 不知道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问每天打吗 陈母点了点头 对 说身体不错 等过段时间就回来 我笑了 他们还真有手段 能让陈晶晶都没胆子跟自己父母求助 可是跟我没关系了 上一辈子 臣父臣母没得罪过我 我也不打算动他们 所以安慰了一下 或许产检去了 他们前脚刚走 后脚陈晶晶就来了 十七 我不知道陈晶晶是怎么逃出来的 她衣衫不整的来到我住的清侣门口 当面看 她就像是老了十岁一样 因为有保安拦住她没进来 所以她就在外面一直等我 我刚好要出国了 回来退房 不然 估计最后一面都见不到了 她的眼神就像是要杀死我一样 看我们在对视 轻侣各种来往的人不住的朝这边看 可是她穿得太破了 我嫌恶的在鼻子前删了删 站在门口离她很远的地方 她的眼神装满了恶毒 苏月月 都是你故意的对不对 我假装听不懂 什么意思 陈晶晶 我听不懂 她彻底崩溃 开始发疯 你故意说钱在你哥那 故意引导我去接近你哥 然后策划了后面一系列的事情 陈晶晶 我根本没告诉你我哥的联系方式 是你自己拿着我的手机去家的吧 又是你自己去买的衣服吧 是你说要给我惊喜在同学聚会上 公布恋爱消息 做人要讲良心的 我面露痛苦之色 陈晶晶 亏她之前找你 我还维护你 就是你报警了 如果你不报警 我就不会被带走 她吼出来 我更加疑惑 好奇怪哦 那天在公司楼下我还问你 是不是因为钱才跟我哥在一起的 你自己不承认 我还以为你遇到了真爱 另外 不是你自己让我救救你吗 苏天明那么壮 不报警 难不成被她打成肉饼吗 陈晶晶脸一下子就变了 变得恐惧和害怕 她应该是想起了苏天明家暴她的事情 有应急反应一样 伸手去摸自己的手和脸 是的 我看到了 她的手上全是疤痕和瘀青 估计在看不到的地方 还有更多 但是脸却没有疤痕 估计是为了跟陈家父母视频用 但我没有心疼 因为上一世是她提议 先把我关在家里的 是她说要去城里结婚 然后假装不经意的 忘了家里还被锁得我 导致我被饿死的 是她 在我魂魄要消散前捏了捏鼻子 笑得一脸无害 爸妈 老公 不如把月月气在墙里吧 自己家也不会有人发现的 可是陈晶晶还是在责怪我 苏月月 你为什么要推我进火坑 明明我才毕业有更美好的人生 明明我们是最好的闺蜜 闺蜜 我笑了 陈晶晶 你别侮辱闺蜜这个词语了 你跟我交朋友 无非是知道我家条件不好 我自卑怯弱 以前我真的觉得你是一束光 可是最后我发现 最后是被我看穿了她的小心思 陈晶晶脸上呈现出十分精彩的表情 不过我没兴趣继续看了 我要抬脚走的时候 她又癫狂了 是你 你中了那五千万 十八 路过的人停下了 我转头问了轻女一个还算熟悉的人 她说我中了五千万 你说可笑吗 那人点了点头 怎么可能 你天天都在图书馆看书考研 吃穿都很节省 还去兼职打工 我要中奖了 马上好吃好喝安排上了 陈晶晶的脸色白了白 我一脸玩味看着她 为什么你对我中不中奖这件事这么执着 因为那是我的 好可耻好强盗的逻辑 明明提议去买的是我 彩票先选的是她 可是她没有因为自己没选中那张彩票 埋怨自己运气不好 反而是埋怨是我抢走了她大奖 我跟这种人根本说不通 但是呢 既然她时日不多了 我不介意再刺激她一下 我看了看她后面的人 用很小的声音说道 陈晶晶 那五千万确实是我中的 你没想到吧 你什么都没得到 还杀了一个人 她目自欲裂 近乎疯狂 苏月月 我要杀了你 就在她要冲过来的时候 一群警察出现在她身后 陈晶晶是吗 你涉嫌故意杀人罪 须易伤害罪 请跟我们走一趟趟 她的刀就悬在半空中 这下真的好了 人证物证都在 想逃都逃不了 尤其是当警察说了她故意杀人时 她表情明显慌了 她估计还不知道 我在家里安装了监控 他们的一言一行 我都能看到 早在我知道她跑出去的时候 我就找人盯着她了 而她逃回来的第一件事 居然是来找我报仇 可是我早就知道了动静 提交了视频报了警 都是重生一次的人了 还能这么傻吗 而上一世 我说就说在对人性的恶没有了解 所以这一次 我就用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陈晶晶因为故意杀人罪被逮捕 我去监狱里看过她 不过她没见我 但据说她在里面过得很惨 是啊 直接死了的话 可真的是便宜她了 就要让她好好体验一下 生不如死的感觉才好 走出来 阳光明媚 而我手机里收到了中介的短信 苏小姐 留学的事宜已经办理好了 我打开手机 看着银行卡里 还剩下的2985万 于是在出国前 我把家里不值钱的房子 卖了15万 刚好是我中奖的3000万 真好 没有恶毒的家人 没有塑料姐妹签办 这一时我掌握了主动 拥有了财富 让所有人都付出了代价 而迎接我的 是我更加美好的未来